所有的處分我都坦坦面對以及接受 面對鏡頭一臉憔悴 向長官自行處分 台南市警察局長方養寧 因為愛將莊武能爆出重大風紀案 將被調回警政署 剛好適逢史上最大退休潮 他的調動牽引六都警察局長人事不值 還有警大校長該由誰來接任 交接應性 現任台北市警察局長楊元明 警大四十七席畢業 被外界認為是資歷最深 並且學經歷豐富 是接掌警大校長一職的補二人選 不過如今卻傳出台北市長蔣萬安 對人事異動安排 態度有所保留 畢竟首都的治安 跟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洞見觀瞻的 當然不希望 我的台北市的治安 是交給一個我可能不認識 可能沒有信心的人 迟迟沒有點頭同意 就是因為擔心首都治安 沒有辦法被震住 警戒傳出 將接任的督察室主任張榮鑫 擔任過三任台南分局長 過去因為長期都在南部 也和副總統賴清德關係良好 恐怕讓藍儀執政的台北市 無法接受 水甲88槍擊案尚未偵破 方楊寧調走 誰來接任 警戒傳出 他能扛下 有警戒虎降美玉的廖宗山 警大四十八期畢業 除了熟悉南部黑幫生態 過去更曾破獲 史上最大宗的一百八十一把走私槍械案 以及屏東線黑道議長正太極案件 被高層寄望能整頓台南治安 高階警官人士 預計將在十三號前拍板公布 究竟這波史上最大警政人士調動 能否展現喚寫新氣象 改善治安問題 外界都在等著看 新新聞內心依凱旭長老道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